大家好,我是醉影,今天给大家来一期月华剑势2的实况 对着你说这场比赛来自于色魔和月华小超超 色魔他果然选了一个比较魔性的人物,汉 来看小超超选择他一条命,神奇的魔法师啊 其实在当年的话也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角色 非常有灵性,而且灵活度非常高 给人一种千奇百怪的节奏 好,来看看好像很难防住小超超的进攻 好,现在一条命就把大家的角落连续的跟一发升华 好,看还仍然是没有办法逃入这个角落啊 这是神藏的一个死循环 只要害敢大跳,我感觉一条命就敢升龙 贴一个符,贴符这一招在当年的话也是人气降到高 近距离的话按A币就可以贴上去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回合的话,看有没有一个追逃啊 直接就被打了个逆向 这一次完全是一条命的秀场啊 好,起神之后再来一个升华 踢脚,踢脚现在还还是没有任何办法打一个切入啊 咱们看一条命还是浪得起飞 感觉根本就没有找到一条命的节奏 双方都是空中格挡,近身格挡 可见亥的节奏也是蛮快的 也是一个高手 但是,他碰到比他更强的高手了 大招推上去 这是一只蜈蜈蜈啊 这就结果掉他了 就这样快速的拿下了他的第一分呢 非常快吧 但毕竟是三局两胜的游戏啊 一场其实很少的时间啊 咱们来看下一场 好,一个格挡,这一局害好像也加强玛丽了 一套连招打掉了小双双将近半 将近一管的血 因为这个月华剑是有两管血啊 现在一条命继续连上去 好,踢 踢 落地追加以后 好,继续想抢一下 没有抢到现在跳 直接升华怼制 后面再来一个落地追加 趁其不备直接又偷到了 这一下空中升 好,压一下 可以落地追加也可以选择落地跳压啊 这是G模式 G模式连招比较多 得再贴一服 现在已经没有血了 色魔啊 看来今天是魔性不起来了 一个色魔 对战一条命 也是相当鲜明的对比啊 比较应景 接着看赫爱又来了 哦,但是这一次好像小双双不再留守啊 比上一场更加的秀 这局来看他要秀什么招式 好,快速一个格挡抢招 来了 嘴到角落直接上乱舞大招 乱舞奥一 好,乱舞奥一 快速的一个连招啊 升华 接 没有血了 拜拜 直接终结 这局比上一场还要秀啊 但是感觉色魔他还不服 他再次接了一笔 他仍然选择的嗨 感觉他需要换一下人啊 这个害的套路完全拿不住小双双 好 点了一下 点一下色魔又是直接拉后 气势上面已经输了一头了 你看小双双你看他不还不忙 又是打了一个逆发逆向又来了 一套连招打过去让他先掉一管血 后面还冲出这个角落 冲这个角落 但是他这个猛冲 就是找不好的一个点啊 现在又被小双双给逆斜了过来 好机会 一波大的伤害 连挑 哎呦又一个格挡 哇 好快这个速度啊 最后一差结束 看来这次又要把能量留到下一局爆发了 小双双这局能不能修理起来 我们来看一看 好这一局还没有动 好开始了 是不是被打懵圈了 看小双双防住一手 这个害上挡下挡 该怎么打 好一条命又来了 这次会不会再使用他的大招连上去 抢招 好的快速破防 来了 连电 顶 好乱无奥义 但是这次乱无奥义没有接好 反而被害差别好 害抓到机会 直接冲过去 趁他乱无奥义失败 哎呀 你要失败 我要你命 这是害的一个超强连技啊 因为害是力模式 连到一套上来就比较高 但是打不了太高的连段啊 你看又被小双双给拿下了 一个不慎 被吊结了 接着看下一局 这个一条命的手术也是特别的快啊 好 这一次色魔选择了展体 而且是技模式 看来是要和小双双比连技了 先贴他一服 这个极剑制还是很多高手喜欢用的一个模式啊 对都喜欢打连技嘛 高手 看小双又开始了 比较灵活 连续的这个拳脚疯压已经让色魔磨不起来了 为什么色魔看到小姑娘她就浪不起来呢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 好 下盘 抢 好 被打回原形 打回原形之后 再次甩他一表 看来用这个斩铁的话实力有所增加 但是还是有点稳不住 哎 格党 出波 一点血的色魔已经是不行了 现在一条名人是用拳脚先制 对他一拳啊 对我就等他再跳了 这一跳直接被踩中 接着看下一局 好 这一局的话 快速被挑飞 我们看斩铁 斩铁这个逆向种种打不好啊 一套打过去 也是非常疼的 好 防住一手 能不能快速进一反击好 反击来了 对到角落再次使用乱 旺益 12345678 好 比较强势的一个节奏啊 点点生 升华落地追加 压一下啊 变身他的 哎呀 这个变身快速被打回原形了 哎 稳住 稳住不浪 现在小超超 血量不多 看来这局有点危险 斩铁也是加大了马力 看加快手术 哦 你逆向 我也逆向 这次逆向还是蛮准的 但是小超血量不多 被甩了一下 白白了 要 还剩一点血要没了 好 健身直接投了一下 小超超 这次其实真的是慌了 有点慌 来看这是最后一局了 最后一回合 这一回合怎么打 哦 又是一发超杀上去了 一把大无辜 哎 斩铁空弓飞 好再来 三次飞 不要甩不住 但对小事来说 这种闷牙有点强度不是太高 直接变身 斩铁再次压过去 哎 哦 打回原形 快速打回原形 但是色魔现在一点点血了 不好打了 哇 又被捅了一棍 好吧 现在比分已经零比四了 零杠四 那要说色魔要被剃头吧 今天色魔有点惨 好 小超超这一局 看是不是套路被摸透了 色魔是不是要扳回一分呢 来看看 哇 快速跳腻 斩铁试图肿上头下盘 但是 哎呀 但是他套路还是挺深的 升华空中压 追加一下 一管血没有了 趁时再次冲过去 再次升华 追加一下 又是一套 一到十连循环之后 斩铁 哎 斩铁失误的一个生龙 又被砸了一口大钟了 那这一下彻底没有了 好吧 看下一局了 其实杂打中这一招也是人气非常高的一招 比较好使出来 比较是啊 哦又一招 武功上天了 武功之后 一条命 打掉了他一管血 现在趁时再得压过去 比变 哎 防住 防住之后 对上海洋抽出 一条命 哎 被格党抢招了 这局斩铁好 有机会 有机会赢这局 但是斩铁的连招总是连不上 好像有点紧张 又被一条命 继续一个反击 电 好追加 结束 直接来了一发5比0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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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